你今天會問我很敏感的問題嗎? 我不會講中文? 可以啊,中文OK啊 中文英文都OK OK 我覺得不會很敏感 很聊天 沒有那種,你知道嗎 那種我們GOOPCHAT裡面講的東西 我們要講那個 你知道收視率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沒有在擔心收視率 我們要輕爆一點 我們今天要爆料 好,來聽聽聽聽 我們要加入一些性格的姿勢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另一期视频的《Kengkai》 今天很尴尬 不知道你们能看到 但在前面是我的主持人 那是Yutaki 哈啰 哈啰 他现在在外面 但我意思是 我怎么能不能跟他在这季节 因为这季节应该是 所有人随着我 都可以跟他在新加坡 所以刚刚好他不在新加坡 可是我就跟他讲 I tell the producer but we must have him so we have him in another way 好感动 怎么办 我已经好久没有建议了 可是你建议不要太夸张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 I feel like 我跟他们说一下先 因为我真的觉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this other side of you they only see the very princey very princey and like very 包装到美美的Yutaki 我觉得 Is that what you all know of Yutaki? 不要做作的那一种 不要这么客套 just tell the truth 就是对做作的Yutaki 我已经 I think a lot better than last time really 以前比较更做作 以前太做作了 以前太做作了 I would not even smile or laugh on video because I think that 我的脸是歪的 所以 not a lot of time I think that ok I need a position myself like this 好像真的好看 你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 以前如果要是拍video的话 我就想想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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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to do this yeah 其实每一个照片啊 什么啊 Yutaki就是会 那一个angle angle perfect picture perfect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 他笑啊 他讲话啊 就是他是一个 很无厘头的人 现在比较自信 因为现在整容都已经整了七七八八 所以你知道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缺点了 你知道 I want to beware PC and tell him 没有啦 你以前也很好看 可是 不用这么做 对你知道 我们不用这么客套 就是tell the truth 我以前也是看过 你长成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认识 我第一次看过他是在 Oh my 然后 我可以跟你讲个东西 我可能没有跟你讲过 我不知道你们跟你讲过 这是 我现在跟他说 就以前我们刚认识他在 Oh my 然后我们过后就去一个 Event 然后那个Event 就是有个competition啊 看谁block 然后block到最好的 那个就可以赢一个yacht right 像游艇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 哎 游艇真的很lux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什么游中 然后我就赢啦 然后过后 那个Yutaki那天 我们真的是 第一第二次见面而已 他就跟我讲 如果你赢记得要叫我 然后我知道他是 客套的 对我没有跟你说过这个 对不对 我知道他是很客套 可是 他很PR Like he very nice to everybody 他谁都可以聊的 然后 可是过后 转了头过后 我就 我妹妹就跟我讲 因为我妹妹是他的fan 我妹妹觉得他超级无敌帅 他一个人是一个王子 然后我妹妹就跟我说 Oh my god姐 是不是他可以跟我一起去 什么 我就想说 没有了我都不认识他 Oh my god我还记得 我记得那 那时候我们 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wear pajamas 对啊 因为 你可以 可以讲清楚一点吗 那个是一个slumber team party 然后全部的influencers 哇来 穿到很性感很帅 然后只有我一个 跟他妈包猪婆的卷头发 对 你穿 你真的穿睡衣 我真的穿睡衣啊 然后我还 卷那个头发 那种包猪婆感觉 这个人穿西装打领带 去一个slumber team party 没有因为 因为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我们太年轻了 我那时候好像才19岁 我那时候19岁 你才20 然后那时候我就心想 那时候我还 我记得我带 那个时候我带Eric去 before我们去之前 我们就在想说 到底要不要跟那个team走 然后Eric就跟我讲 说还是不要啦 因为去的人都很做作 都很做作 都很暧昧 Can you imagine 你唯一一个人穿 穿pajamas去 所以你最好是你知道 dress to kill 然后一定要我们就 全部都穿到西北 你知道西北 你知道fashionable 然后之后去那边 然后唯有 唯有你一个 穿pajamas 诶 有另外一个人穿 他是西北服 那个人win 我没有win 如果不是他赢 我就赢了那个 我跟你讲 谁谁谁你记得 我不认识的 不过他真的是 全个头发 然后穿那种睡衣 整个头发都是那个color 你知道吗 他赢了 我只放两个color 我输一 我可以再问一个东西 我现在要问一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 认识的Yutaki 就已经 认识你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一个王子了 但是没有人 你也没有分享 没有人 甚至我不是懂很多 of who Yutaki was as a kid 有没有 interesting the story as a kid or as a teenager 可以跟我们讲 没有 不可以RA的 我们把这道拿掉 这个warning拿掉 but no RA one 有没有 interesting 全部都讲RA ok我是说Yutaki 还很单纯的时候 的回忆 ok我跟 我跟你们讲一个 我们跟你们 爆料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以前真的很不暧昧 因为以前小的时候 就是跟那个 我还记得跟 那时候跟Eric 跟以前Sandy 还有以前Wendy 我们三个就是好朋友 就是中学同学 然后之后 然后之后 我就完全 没有很care about 样貌 然后也没有觉得自己丑 也没有觉得自己好看 就是觉得自己 就是长得很平凡 你知道吗 可是就是 到中二还是中三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在发现 为什么有一些同学 在班上 有一些special treatment 我就在想说 为什么 就是有的时候会 就是有 就是有 有这女生的同学 就会故意 给这些男生的同学 抄 抄功课 免费的 然后我跑去跟他讨 我就说 你借我抄一下之类的 他们就讲说 No 我就在想说 What's the difference 你知道 我的个性 我也很开朗 我人也很nice 为什么 你知道我就拿不到 然后这个就 怎样 然后就偶尔就会听到 就觉得他们就想说 哇塞他很帅 他很穿衣服 什么什么 哇他的包包很好看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就觉得 哇塞 人真的 人真的很现实 你知道吗 人真的就是 要看样貌 要 然后 然后那个时候 那时候就是 我的 我的醒目 你知道吗 我的 我的 人不爱美 天主地灭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们就想 就是想任何的办法 然后 嗯 变好看啊 那时候就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没有眉毛嘛 那时候我没有眉毛 我就想说 为什么有些男生眉毛就这么浓 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那个眉毛弄浓一点 然后之后就想 然后就一直在online找 然后 就想来想去 然后就research 什么之类的 就 哎呦 你为什么眼睛那么小 然后就慢慢就找到 double eyelid glue 然后就为什么鼻子这么扁 然后就觉得 哦 你应该拿那个 鼻子就变标题 然后就 就慢慢累积 你知道吗 我就人生的道路 我就觉得 如果 我 我不是一个双方 我都不知道我今天 会在 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没有东西做的时候 就在想说 你知道 what have i been doing if let's say i'm not a lean pot if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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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n't a lean pot i would not start a blog i would not start taking selfies i would not go online and do all this stuff i would not know you i would not know i would not know any of my current friends and not do what i'm doing today so Oh my Yutaki 你现在有没有realize 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 right now even people who are watching this 你现在看得到现在Yutaki 我们全部都要谢谢那个 不给他抄功课的那个女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 对不对 不止那个很多 谢谢你给他这种realization 真的很多这种东西 yes 就是那种小事情啊 就是让我会觉得 诶 好像真的是人家对你的看法很多的时候都是 看你说你长得好不好看 还是你有没有钱 还是你知道 你穿的东西有没有style 什么东西 人其实真的还蛮现实的 可是有一阵子我还蛮fung to drill 这种东西的 你知道吗 可是过了一阵子就 我觉得你 你长到27 28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诶其实这些东西 没有很重要 你想要得到一些好处 暂时性的好处 你可以用这些比较 superficial 或者这种surface的东西去得到 可是如果你想一个 a lasting relationship 或者 you want to build something with a greater foundation with like last a few more years like let's say我们的 a friendship it has to be 你要真的 你要有一个好的性格 你要有 你要 你要有good character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 is a growing up process 你长得东西 那个时候 对我来说 样貌真的是 100% 可是现在就觉得 没有了 现在就觉得 你想要相 跟一个人相处 你想要跟 一个人做朋友 或者跟一个人 a relationship 什么这类的 真正的是要靠心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 那个时候 我们身边认识的所有的朋友 因为有一些朋友 已经不是朋友 就好像Wendy跟Sophie 其实 有的时候想回去 我还是觉得 那个时候的friendship 还是 很多好的时光 你知道吗 所以我还是觉得 I think everybody come into our life you know like give us happiness and give us lesson you know like and we learn a lot of things from all these people I think without them I don't think we will even have this big foundation of friendship that we can even talk about right now you can mean 所以我觉得 我就觉得 其实 看回去 really 现在真的是 no regret 可能 以前会比较emotional 可是现在真的是 很平单独看 you know 我真的觉得 and it's like where you are now with whatever has transpired with the group is the same as where I am now 可能以前 看到什么人 还是听到什么东西 你会 哇 you know 很多emotions but 现在就觉得 我还可以看他们的东西 觉得好笑 开心 whatever you know happy for them I think I'm glad 我们长大了 我们长大了 I want to say I'm glad that it was you who is still here like you know I mean you're not here but like yeah I gain I gain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and friendship with you after everything 不然可能真的没有机会跟你 做blood sister 可能没有机会跟你 进一步再了解 你知道吗 because 你要explain一下 那个blood sister的是什么意思 oh blood sister 就我们一起去韩国 这其实我也是 大整容 大整容 对 我们去韩国 Yutaki是算大整容 right 其实那个是算大整容 你也是大整容吧 我只眼睛 然后拉皮 然后我们两个 那一个晚上 他睡一个角落 我睡一个角落 在一样的房间 通常我整容都会 Josh陪我 就那一个晚上住医院 就我跟Yutaki 然后 那天我真的是 整太多了 那时候整到真的是 整个脸就猪 你知道吗 那个照片真的是很 那这个不可以发给人家看 那个真的是太恐怖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你讲 整容不可以带你Chu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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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as是一个整容的损友 Just do do 然后之后我就 Really? 他就想说 Just go 你这个 go,这个 go,这个 go, go, go 我们都飞韩国啦 我就想我们都飞韩国啦 还犹豫什么 我真的是全部都割掉了 然后他那时候真的是很可怜 我还记得他就整个放大起来 他连睡觉都痛 睡这边也痛,睡这边也痛 仰着睡也痛 然后我就记得晚上的时候 他真的是痛到不可以 然后你是不是不能讲话 你为什么不能讲话 那个时候他放两个tube 在我的那个嘴巴里面吸那个血 因为我嘴巴里面有刀口 然后那个刀口一直在流血 然后那个时候 你记不记得那个nurse很 不知道 我一直跟他讨那个止痛药 对,然后他就text我 然后我就跟那个nurse讲说 你可以拜托帮他嘛 叫一只,叫两只 他就不要给他那个很strong的药 他进来他跟我讲那个 Korea的粗话 他可以进来 他就还说 i shi i shi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 你知道痛到已经要死了 他就跟我发脾气 我就在说 痛的人是我,不是你 你干嘛这么不回送 我那时候还记得 我就跟 那时候我就跟Core去讲说 Chu,我真的很痛,怎么办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你就拉住我的手 然后你知道我 我好像已经是被车撞了十遍的那个眼 然后就拉住我的手 在那个医院里面 我们两个就慢慢的走路 因为你那时候跟我讲说 我们两个一定要走 因为你走路的时候 它的血流流 然后它就会散血 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 走在那个 隐蔽这样 一直走一直走 然后她心里就这样是 要走路 那个时候你还拉住我的手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Oh my god 我们现在一起流血 我们是 血妹妹 That's how the terms come about This is how we become 血妹妹 我们就一起 真的是这样走过 So Yutaki has his own photo book You guys must have already know I got both of it I'm lucky enough to have both of it The first one is A flower boy's tale And this one is from 2019 and 2020 Portraitist book So these are 6、7 years apart way too long right So 你会不会有第三本 有在弄啦 可是有一点 我们讲说 那个时候 我有开始有在拍了 因为那时候去独拜的时候 有拍一点点 可是 但是问题是 现在 CORONA 有一点不可以 有一点 你能不能进程 所以很慢 所以我觉得 It's amazing 所以我觉得 It's amazing 他们可能 这个你没有分给很多人 对不对 你没有 因为那个flower boy 他们之前好像印比较多本 没有 这本有在卖啦 那个时候就是 有人是说 他们要买 就是有在卖 之前那个flower boy 只是送 只是give away而已 这样很好看 嗯 嗯 哈哈哈哈 每一次你flip 你都会看到新的东西 我觉得 Anyway 他们买不到啦 我只要show off一下 给大家看 我两本都有 你们要 大家你们要 多多支持ChuChu Mintu Chu你知道 是我的best friend 他人很好 他人最nice 其实我真的要 我没有还他钱 我没有还他钱 叫他讲这个 我要推广一下ChuChu 真的你知道 我这么多朋友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很多 我觉得 我身边朋友最知性 你们知道什么是知性吗 最sensible 知性 最sensible 然后最成熟 然后每次都会 给你最好 怎么讲说 就是 他会给你 真的 他就是会给我 最好的advice 真的我身边的朋友 其实有些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想要 诉苦的时候 我真的想要一个人 给我 很好的概念 我就会找出去 你知道吗 其实 只是想要 诉苦 或者骂人之类的 我去找Ari 因为Ari 跟我一起 对 就如果 我就每次觉得 朋友是不同的 不同的 如果有Tucky 要找一个人 来跟他一起骂 我跟你讲 那个人真的很烂 对啊 他很烂 他杀我妈妈 对 对 要一直靠别的那种 他就不会找我的 我知道 他就不会找我的 如果要是找那种 真的想要 想要有 真的 真的life guide 让我 让我冷静下来 真的有 the right way of 思考 或者就是很 知性的 advice 我就会找出去 真的 他是我认识 所有朋友当中 最 mature的一个 although 他只比我大一岁而已 毕竟我三个孩子的 Imagine 我每次讲 Yutaki 可是你还是个baby Yutaki 好像我第四个孩子 像我弟弟 Anyway OK啦 谢谢你 今天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time OK 我真的很想你 你快点回来啦 对 我还是超想你的 好啦 那我们跟大家说 bye bye 好吗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Bye by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I say bye bye to Yutaki first OK So this is the last episode and final episode of this King Guy season and um yeah I guess I'm just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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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that um I get a chance to talk to all these very interesting people in my life um some of them maybe you know it's just like my friend like Samantha I'm not going to go and see or Jane I'm not going to go and see they're not like loud online or what but I think they have very interesting stories and some of them are really close to me like my dad my closer friends and my blog my dear friends my sister and yeah I'm just thankful that I get to share them these wonderful people with you guys and I'm really really thankful and yeah thank you guys for spending time to watch and yeah please continue to comment like subscribe because we'll come back with a new season and we will come back with more content soon bye why l